咱们 蔡全 蔡全 你耳朵聋了 听不见乔谷门开外怎么回事 外面有人持装报告 大人 谁告谁啊 谁也不告谁 说是本县有一个叫葛品连 葛小大的 死因不明 想让衙门去给艳开艳开 没有被告 以后要不管谁死了 都让衙门去派个人给艳开 然后给个官方说法 那 那衙门不不整天 就围着死人打转转了 告他们 没有被告的案子 没法立案 叫他们回家吧 大人 这案子恐怕有点名堂 什么名堂 这本案的死者叫葛品连 小明叫葛小大 他可算得上是在余航镇上的 一位名人了 我怎么没听说呀 大人 其实这个叫葛小大的 只不过是豆腐缩坊里的一个帮工 人长得五大郎似的 五短身材 家里还挺穷 他本人还患有流火之急呢 那急发神那两条腿肿起来 让人看了都吃不下去饭 就是因为这个出名 要是他出名 可不是因为这个急患啊 而是因为这个本镇上最猥琐的男人 偏偏娶了一个本县最漂亮的老婆 这下他可就出名了 都说气不贵 他却因为老婆而出名 他老婆是怎么个事啊 他那漂亮的老婆姓毕 大名叫毕秀姑 可他余航人哪都叫他小白菜 这个小白菜的美貌 在那余航县那可算是头条啊 这街方面都说 这小白菜嫁给葛小大 那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老爷 这更有人把他比作是潘青莲和武大郎 这也难怪 这葛小大一死 永荒一死因永疑 老爷 这要说这个小白菜呀 他的故事可就都 故事先别说 把几股人带到前厅 老爷我要到前边去听听他们的陈诉 是 起来说话吧 谢大人 谢大人 秉肃人 洋人和死者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不是失亲 不是 不是失亲 你凭什么持壮报告啊 大人 咱大清王法不是不准女人告状吗 死者家里没有主事的男人 死者的亲娘 就让我这个地宝来提他们报告的 那你是 大人 这位就是死者隔壁连的亲娘 小的就是受他的委托前来报告的 哦 诉状上说对隔壁连的死亡有怀疑 你们 怀疑什么呀 大人 我儿死后 口鼻流血 手指发黑 听人说 病死的人不是这样的 想请官府验证一下 好歹刘哥 官方结论 也让我儿死得明目啊 大人 这儿听为虚眼见为实 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讲 少步的大人还不得不去趟县县 通知武座沈祥 叫他随本县去一趟 是 大人 老爷爷 大人给咱立案了 多谢大人 起来 起来说 起来说 谢大人 有件事情本县想问问你 大人 想为什么 听说你给儿子娶了个老婆 叫小白菜 还听说小白菜 是咱们渔航县第一美人 这 这是我是个做娘呢 做错了事 这话中有话呀 你说他哪个做娘 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娶个漂亮媳妇 那你怎么会说是做错了事呢 说实话 其实我家小大 自从娶了小白菜后啊 并没有过上什么安生日子 老姐姐 在大人面前 说话都要成为呈堂共振的 说什么都得有评有据 可不能捕风捉影啊 大人 刚才说的话都不算数的 一切都请大人查明我儿子 死以后再说我 好 大人 我坐沈小待会儿 大人 小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出现场吧 大道太平洞 何兄 这一大清早里找我 有什么好事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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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死了 葛小大 葛小大死了 小白菜 那武大郎氏的丈夫死了 疼吗 疼啊 疼得好 这不是在做梦 他那武大郎氏的丈夫 早就该死了 死得好 死得好呀 老弟 不是想趁虚而入了吧 是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人是 葛大哥你让我看看 你什么 你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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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 还有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怎么 怎么了 这 葛小大死了 官府来干什么呢 听说 葛小大是被人害死的 害死的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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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害死葛小大的 这不知道了 相关大人在验尸看茶呢 快点 你长眼睛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造脚水啊 一会儿别给我弄翻了 好 好 好 听了没有 好 好 好 冒冒失失的 都说小白色 是渔航县第一美人 我怎么没看见那人啊 在那儿了 老爷 你看这儿 这漂亮的女人就是养养啊 起码戴孝涵那么处处多人 这儿 好辣子 好辣子流出来了吧 古德朗取了个潘金莲儿 你说这日子能过得下去吗 老爷 您说什么 告诉沈祥 给我验仔细喽 左手手手指甲 呈青黑色 右手手指甲 呈青黑色 只有中了毒才会这样啊 这看来有中毒是这样啊 停湿那么多天了 天气又那么闷热 尸体变腐也会这样 这是常识 这气孔流血啊 这中毒啊这 是你验尸是我验尸啊 让开点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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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灶酱水呢 我一会儿擦银子要用呢 谁让你推我了 你又不是武装 你挤这儿干什么呀 外边凉快 去外边待会儿 去外边 去外里 去外边 去外边 死者 鼻孔 装耳 嘴里 都有暗红色的血水流出 中毒没中毒 你用那个银针 插活一试 你不就清楚了吗 按照规定 这银针呢 是要用造调水擦起的 你说 现在怎么办嘛 啊 准强 天气挺热的 大人催你抓点紧 知道了 把他撕走 你也要用 那只不过是喜愿极乱的 一种说法 中毒是没错 可天下毒物中多呀 不查出他 中的什么毒 你知道大人怎么断案子 我看 他中的屁手 我看 脑袋疼 算了算了 我不跟你讨论了 咱们就按 中毒身亡 田野试诺 欺贬大人 厌世已毙 是何结果 死者是以 中毒毙命 大人 大人 我来信官的 大人 我来信官的 大人呢 带走隔壁室 我一定要去小白带围棋 我一定要去他 我一定要去他 不然这样 我呀 再停车你们俩一次 还像上次那样 安排你们俩在这儿 安排你们俩在这儿 这是旋软 这儿 是 你俩在这儿 你俩在那儿 你俩在这儿 你俩在那儿 我觉得你俩在这儿 那些人是你俩在这儿 你俩在这儿 你俩在那儿 你俩在这儿 明 明女见过大人 戈壁士 这儿不是大唐 用不着害怕 本县问你什么 你只要如实回答就好 明女一定如实回答 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 本县兴许 就用不着把你弄到大唐上去审问了 你要是遮遮掩掩不说实话 那本县就只能按照大清刑律 把你弄到大唐上去问了 那大唐之上那些刑具全都是用来对付 不说真话的人 像你这种细皮嫩肉的 恐怕是 敬手不起呀 大人 明女一定实话实说 绝不会有半句假话的 那就好 抬起头来我看看 抬下头去 抬下头去 我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小大各品连是怎么死的 大人 明女一直以为家父是病亡的 小白菜 这看来你没有把大人的一番苦口婆心的话 听进去呀 沈亚武座以燕名正身 你夫是中毒毕命 你怎么还敢说是病死的呢 大人 在验尸之前 明女确实不知道 家父是中毒而死呀 你 原来不知道各小大是中毒而死 我现在知道了 回禀大人 说实话 明女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家父是被人毒死的 敢问大人 家父中的究竟是什么毒呀 这是大人要问你的 你怎么烦卖起大人来了 可明女确实是不知情啊 小白菜 来人 来 带下去 帮你 真的奶奶长得挺俊的 去给各小大验尸的时候 光远远的看着挺好看 没想到 贵的跟起来更好看啊 自从那次以后 别的女人在我眼里 都成了豆腐渣 贵心姐 你可一定得帮我 爹 你要玩玩呢 我倒是可以帮忙 你要是来真的 就不要来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 你父亲 支县大人 我是不敢得罪的 要是我爹同意我去小白菜为妻 那你是不是帮我保这个大霉 要是支县大人同意的话 那就另说了 不过呀 这没钱嘛 是不能少的 这个先拿去花 不够再问我要 沈玉是为自己的儿子 娶了全玉行的第一美人 小白菜 说是办了一件错事 这话是不是有点耐人寻味呀 小的不太明白大人的话意呀 沈玉是说 自打隔小大取了小白菜之后 就没过上过安生日子 下面的话就没说 这聪明人就不难想象 他下面想说什么呀 这沈玉是 他在暗示什么 暗示小白菜 却有谋杀亲夫的动机呀 娘真是不明白 你怎么就会看上了一个 刚死了男人的小寡妇呢 娘您就别问为什么了 我就是喜欢小白菜 非要娶她 不行 你是官家子弟 这种事啊 由不得你自作主张 娘 就算我求求您了还不行吗 您就答应了吧 你应该知道 这种大事在咱们家 都是你爹说了算 你想一想 你爹会允许你娶一个 小寡妇进门吗 反正我爹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是不同意我娶小白菜 我这一辈子就不娶亲了 到时候咱们刘家断死绝孙 你们可别赖我 沈玉是 你是阁小大的生母 民父正是 阁小大娶了小白菜之后 为何没过上安生日子呀 不瞒大人说 我儿在娶亲之前 在豆腐店里做一帮工 虽然生活不宽裕 但日子过得还算是自由自在 后来她的该娘封许氏 好心为我而保得美 我也觉着儿子大了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也该成个亲了 也就同意了这名亲事 谁知道成婚后他们 他们 他们怎么了接着往下说 反正啊 我儿她命穷 消守不起 小白菜这样的女人 等等 等等 那你说说 小白菜是个怎样的女人 可漂亮女人 她不守本分 这个家就过不安生啊 她怎么个不守本分啊 也许啊 她后悔嫁错了人 所以啊 她三天两头拿我儿出气 作为人妇 她怎么能盼着自己的丈夫去死呢 大大大大大大 说清楚了啊 你是 怎么知道她盼着葛晓大死呢 就是十月初四那天 葛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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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什么话不能说 怎么就逗我青大人呢 闭死我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小的 太像话了你一样 嫁给你这样的男人 是做女人一辈子的苦 我死了 你又不哭了 那你去死 你不去死我就去当尼姑 想当尼姑 你去呀 只怕像你这样 招风一天都破烂我 离开男人 你一天都活不下去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我今天就去出家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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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吵架 这女人 就一口一个让丈夫去死 还以出家威胁 你说这样的女人 不说她是恶 那至少也尤为负德吧 你先回吧 这几天不要外叔在家里候着 随时等候衙门的传婚 是的 你 等等 葛小大两口的吵架是十月初级啊 十月初四 嗯 十月初四 十月初四 十月初九就是死了是吧 十月初九是葛小大死了呢 就是死了 嗯 知道了 老爷 老爷 你想了半天了 这案子想出眉目来了吗 八成是个谋杀亲夫的大案 不可能 你说什么 小白菜绝对不可能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你怎么知道 我 吃菜吃菜 老爷你甭理 你可别太痴心了 那小白菜如果真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你还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小白他怎么可能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就算他不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你想过没有 这案子一闹出去 他就臭名远扬了 你难道还要把这样的女人 娶到咱们这样的家里来吗 说什么呢 老爷老爷 您别着急 反正这事您迟早也要知道 我就跟您说了 你这个儿子不知道中了哪门子歇了 非要把那个小白菜去到咱们家来 你妈说的是真的 我就是要取小白菜 小白 我告诉你刘子歇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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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不让我 我告诉你刘子歇 这世上只有两种女人 一种像您骂 贤惠 还有一种像潘金莲和小白菜 那是祸水 谁 只有五大郎和葛小大这样的蠢男人 才会娶潘金莲和小白菜那样的女人 当媳妇 我没想到的事 像五大郎 葛小大这样的蠢男人 我眼睛还有一个 那就是你刘子海 来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死了这条心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打死你个夜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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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老爷 喂 老爷 来呀 那 更衣夜神小白菜 来 带戈壁尸 跪下 戈壁尸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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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壁尸 和畎尸 认识此物吗 好 那就让你知道 知道此物的妙处 停 您好 本县跟你说过 大唐上的刑具 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 不说真话的人 像你这么细皮嫩肉的妇人 是经受不住的 可你偏不听 非得要尝尝她的滋味 现在也只是牛刀小事 他们还没有使上劲 要是使上劲 就怕你的手指就受不住啊 大人 你不是说 只要民女说实话 就不会上大唐吗 可是民女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说假话是吗 你还没有开始说假话是吧 你是不打算 对本县说真话了是吧 下午在话题 民女都是按大人所问的回答 民女是想要说实话的 可是不知为何 大人您突然就不问了 你知道本县为何突然不问了吗 因为你 根本就没有说实话的诚意 不 没有 没有 没有大人 像你这样的刁民 本县见得多了 我要是看不破你的心思 我如何在于航县 作堂问案呢 不大人 我一定不说假话 我一定实话实说 我一定说实话 那你跟我说实话 你的丈夫葛品灵 葛小大是如何死的 贾父真的是病 什么 既然衙门武作 雁明是中毒毕命 那 那就是中毒死了 好 你也承认 葛小大是中毒死的 既然你承认葛小大是中毒死的 那你告诉本县是谁下的毒 大人 明女实在是不知道啊 看来你还是想向本县隐瞒什么呀 不不不 明女清楚地记得 十月初七日 十月初几 初七 十月初七 十月初七 十月初七那天 小大就已经病得不轻了 那天我看他脸色不太好 脚上又有流火发作 变好严全他在家休息 豆腐房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要不去了 他们就得找别人顶铁 那不好我会丢了这饭吧 要不这样小大 今天在家休息 我去替你自己填功 不行 豆腐房里没女工 你一个女人去做内活儿 再闹出小碗来好听吗 我不去就是了 可是你 我没事 出几身症坏 心绪就好了 那你千万别硬生了 身体不舒服就回来 知道没 我知道了 实在不行 我就回来了 小心 那天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也就随他去了 前几日他一直住豆腐房没有回家 我还以为他病好了 可谁知到了第三日 等等 等等 第三天是哪天 初九 十月初九日 十月初九日 往下说 十月初九日的早晨 小大突然间回来了 房东王兴陪喊我的时候 小大就已经倒在家门口了 我扶小大上楼 给他脱衣睡下 可他仍然呕吐发冷 还让我给他盖两床被子 我问他 他说 初七日到店 这两日身体发冷发热的 今朝越发的重了 实在坚持不住 这才回家来的 我当时就是要找郎中 可小大 却拿出一千文钱来 让我给他买东阳升和桂园 他说 喝了桂园阳升汤 这病自然就好了 我拿着这一千文钱 一口气跑到街上 一口气跑到街上 买回了东阳升和桂园 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知道 喝点热汤 真的感觉好多 我们都以为 小大喝了阳升桂园汤 好些了 也就都放心了 可是到了下午 我突然听到 小大喉咙里有弹响 我掀开被子一看 吓坏了 只见小大口吐白沫 我忙问他怎么了 他都说不出话来 我就大叫起来 房东王兴陪赶过来 他一看小大 都已经病成这样了 就赶紧替我去找我母亲 还有我婆婆 等他们俩赶到的时候 小大已经说不出话了 我又赶紧去找郎州 你们给他吃了什么 就喝了碗阳升桂园汤 沙正是热火攻心 阳升桂园也是去寒生热 火上的家伙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熬到生时 小大一口气 就再也没上来 可怜的小大 就真要没了命了 大人 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天我娘 我婆婆 房东王兴陪 还有郎州 他们都在场 都可以作证 船一干人等 上堂 你们几位 是亲眼看见 葛品连葛小大死去的 是的 大人 葛碧氏说的可是实情啊 是的 大人 修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是葛碧氏的生母 民父正是 沈御氏 你这个当婆婆的 有什么要说的吗 大人说是什么 小白菜葛碧氏 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实情实情 秀姑说的都是实情 当时的情况 真就是这样的 大人没问你 问他呢 以老朽多年行医的经验看 病人的确是得的杀症 也没问你 你说 我 说 亲家母 秀姑说的没错 当时 咱俩一起赶到他们家里 直到小大咽气 一直都没离开过 可是我们五十回家 一直到下午 突然小大病情加重 当中几个时辰 可只有秀姑一个人在家里的 你什么意思啊 亲家母 我只是觉得奇怪 几天前还要让人要小大去死 还口口声声要去做尼姑的人 怎么一唱就 就 就钱汇起来了 哎呀 亲家母啊 常言说夫妻没有隔夜仇 这夫妻之间 前半夜打架后半夜好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可是县衙公堂上啊 亲家母 你说话 可不能夹着骨头带着刺啊 可县衙已经验证 我可怜的小大 便不是变死 而是被毒死的 那你也不闹无凭无据的 就怀疑秀姑 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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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女隔壁士 谋杀轻不罪不可赦 捉继押腹刑场 燃烧失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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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瞧我 冤枉 冤枉 十月初四 民女真的不记得十月初四怎么了 你不记得十月初四的事情了 那你还能记得什么呀 十月初四你和哥小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都记不起来了 可能吗 你是不是对本县有所隐瞒呀 我 这两天我 我真的记不起 十月初四到底发生什么了 念给他听听 是 大人 沈云史书 你嫁给你这样的男人 是做女人一辈子的苦 我死了 又不哭了 那你就死 你不去死我就去当尼姑 想当尼姑 你去呀 只怕像你这样 照风一天的破烂货 离开男人 你一天都活不下去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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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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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你问的是我们俩吵架的事 没错 那天我们俩是吵架来着 可是寻常夫妻生活在一起 蒸蒸吵吵不也是常有的事情吗 夫妻吵架那是常有的事 可几天之后出了人命 就不是常有的事了 大人 那次吵架和小大的死可没有关系啊 有没关系那得事实说了算哪 这 以本县看来 兴许是十月初四的吵架 才导致了葛小大十月初九的死亡 这二者根本就是前是因后是果的事情啊 我听不明白大人的话 你不是说要葛小大去死吗 我 你还说 葛小大他不去死 你就出家做尼姑去 那只是我说的气话 气头上说的话 气头上说的话 那你可是拿剪刀剪下了一粒鱼头吧呀 你看你那决心是何气质大呀 那为何又没出家去做尼姑啊 大人 你真的是我们俩吵架的时候说的气话 你对你的婚姻满意吗 什么意思 说实话 民女并不满意 所以 但是 这是梅硕签的线 家中父母做得主 民女虽心有不满 也只好认命 何况 婚后有一段时间 我和小大相处的 还算是挺和睦的 只是后来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就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对不对啊 这也难怪啊 像你这样的一个漂亮女人 咱们能甘心一辈子是尾身于一个卖烧饼的男人哪 小大从未卖过烧饼 本县说差了 卖烧饼的是五大郎 不是哥小大 本县的意思是 像你这样的一个漂亮女人 是绝不会一辈子只尾身女一个做豆腐的小帮工的 因此呢 就想尽早地尽快地摆脱这场婚姻 那没得出路 那就是叫 哥小大去死 小矿的一单 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包开了 这对美女人 我喜欢这一种 一边 做很多 叫 很毒… 那小的 这个 音乐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到了下午 那病情为何又加重了呢 你心里清楚得很 不是病情加重 是东西